警察也有温暖的一面 左营警分局博外派出所远警 日前执行录检勤务 发现一名疑似酒驾的男子就上前盘查 果然酒侧值超标 不过后来知道男子当时外出 是为了帮罹患癌症的母亲买晚餐 远警立刻帮忙带送便当 还买了六颗苹果 男子的母亲虽然感到错愕 但是也对远警的关心表示谢意 男子骑机车因为没装后视镜 被远警给拦了下来 发现疑似有酒驾情况 经过酒侧果然超标 男子苦苦哀求表示 无法跟远警前往派出所 经过警方一再询问 原来他骑机车正是要准备送晚餐 给罹患癌症的母亲 没想到就被警方拦了下来 那个游戏男子表示 前一晚凌晨有饮用啤酒 约两三罐 那他是因为下午要送便当 去给生病的妈妈 所以骑乘机车出门买饭 那希望说警方如果酒侧 之后如果有超标的话 能够替他将便当送到妈妈的住处 男子担心母亲挨饿 让警方很感动 标识会协助带送便当 还加码买了六颗苹果 这他买给你的便当 这凌晨是我们警察 警方就买给你的 对对对 他带了就因为他吃酒了 让我们抓去那个欢迎 游母他也是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是警方上门送便当 那他听闻自己的儿子 因为酒驾被移送法办 也是感到非常不舍 那警方就是在赠送便当给母亲 他母亲的同时呢 也是跟他希望他多加劝导 男子母亲一开门 发现不是自己的儿子 竟然是原警 虽然感到错愕 但也谢谢警方热心 串案将一公共危险 最嫌将酒驾男子移送法办 港督新闻李嘉浪罗绍军 采访报导 对零点刷你 对零点刷你